林志坚中华大学硕士被撤销的夙愿被驳回 决定书中关于林联软体名称及一般研究基础能力及理解都欠缝又成为新闻 本来不想再看该决定书 但听说有人很懊悔曾支持他 我看了决定书发现他从事故技赖给老师 我觉得可以简介一下 在台交法三字第1111094222号教育部 夙愿决定书中 林志坚方面的主张第三点就是赖给老师 大家不妨看看他说什么 本件学校任有抄袭情形之林林研究计划 其主持人林林林计为细争论文之口是委员 如两者有近似雷同之处 不可能违未不知 唐林林研究计划却如学校所称为林军所转 则林军其有位置一词 人与夙愿人口是通过获得学位之理 而夙愿人又其有受最严重之撤销学位处分之理 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 这份报告主持人同时也是林志坚论文口是委员 他审论文时都没说抄袭还给过 校方凭什么撤销学位 林志坚的这个理由显然就是把老师推上前线 林志坚难道没听过放水吗 如果一个教授指导论文时发现抄袭不讲话 那就是带呼执手摆烂 林志坚你不知道 当然还有个两个可能 第一就是该口是委员虽然也是计划主持人 但事实上他根本对该计划报告完全未琢磨无接触 所以才会在口是林志坚硕士论文时位置一词 人与夙愿人口是通过获得学位 第二个可能就是 该计划主持人在口是前中后 都没有拜读林志坚的大作 甚至林志坚做口是简报时 口是委员也全程昏迷中 所以才不会发现两者有近似 雷同之处 以上三种可能 若口是委员存心放水 那就是他失职 在第二种可能中 若该计划非该口是委员亲自处理 所以他不知道计划与论文雷同 那该口是委员在身为计划主持人的身份中就是挂名 也该被追究 第三 若口是委员在口是过程只是虚音故事 而未发现问题 校方也该就责 而指导教授在学生还 没准备好就让他上前线 而且还抄很大 也有责任 当然最大责任在林志坚 关于这部分 决定书用了一堆代号圈圈圈 也就是000 如主持人为000 共同主持人为000及000 00期末报告书封面记载 主持人为000及000 这谁知道谁是谁啊 但总算有一段明确的说法 如下 本计划申请书系由000博士单独撰写 本研究计划之调查结果分析及研究结论 系由000 000共同主导及指笔 均不是该调查结果分析及研究结论之指笔人 本研究计划之期末 报告书系由000 000共同撰写完成 000均未参与该期末 报告书之撰写 这段文字中龄之间的口试委员 教育部的理由及该口试委员 不是该计划调查结果分析及研究结论之指笔人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 计划主持人如果连申请书 调查结果分析及研究结论 期末报告书之撰写 皆未参与 难道不该至少看过该成果报告一遍 看过该成果报告一遍 又看到相似度极高的硕士论文 难道不会发现 至于本案的大前提 再三 本件原处分之程序及判断 并无违法或不当情绪 自说明如下都有提到 例如抄袭的接触与实质相似原则 计划先于报告完成的理由及论文大量使用 本计划而非本研究等违反经验法则的部分 接下来就是被新闻报道电脑软体名称 及使用方式等一般研究基础能力及理解上 显有相当不足之处 实难能令人相信夙愿人 却有此研究能力的部分了 纵上 本案的情形可能为 1.林志坚非常懒 找了本指导教授的计划内容大超特超 2.计划主持人非常懒 身为计划主持人 竟然报告内容没看过 以至于指导硕士生论文 抄袭计划完全不知 3.指导教授非常懒 没有跟学生讨论过论文 不知道其论文产制过程 可能林志坚拿了本空降论文 就给他过了 最可怕也就是最夸张的可能则是 林志坚与指导教授 心知肚明根本没有论文 直接叫某人抄了计划 然后那个人很不敬业 只会剪下贴上并且完全不修改 文艺不符的部分如本计划 改成本论文根本就是要让假货 有天出大球 林志坚是哪一种呢 不管是哪一种 指导教授只要把关好 难道这件事会发生吗 Blackjack 2023年2月5日 发文日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